台藝今天當 越說越來當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光臨 我們幾年剛介紹過的 Party比較空靈 這陣子 他不可以讓日本那邊 改造很難的輸出 而且他在公司台藝台 在一月25日 要推出台藝配音的版本 他的那個 等到推出第一次而已 現在一定超過31萬的人在看 不過因為到時候 只有這個公司台藝台 買這個補賞 這不是沒有這個網路的版款 所以可能會帶動 有一個情形 就是說大家集在電視前 要看這個Party比較空靈 另外一件我們要討論 就是Party比較空靈 它在配音的時候 在做這個台藝的反應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謎要去注意 還有在幕後 有什麼樣的心事的故事 你如果有看過Party比較空靈的 你都知道 它的故事就是說 主角量它是四季的 為一百八千當情 一百八千當情 對 不要下掰好嗎 主角量它是四季之後 由一千八百當情的首國 來到現代的日本的六本目 而且我們學國的歷史都知道 主角量它這個人 它是東漢、漠年、很有名的軍事 說話的時候 多少都有一些軍的疑古 所以你如果平常不接觸一些 比較古代的戲文 不就是你沒有一些 台藝漢文的爹地的時候 既然說你平常像我們兩個人 現在會說一些台灣話的 你也不一定可以把主角量 那種有誇張 還有一種地霧的感覺表現出來 就像 Party比較空靈的題目一樣 主角量它在故事裡面 大家就叫它是空靈 這個故事是說 這個空靈到現代的 就本來後來就遇到另外一位主角 叫做外形營主 他就給外形營主的歌聲來感動 他昨天就決心說 他要對在營主的辛苦兵 幫助他靠他自己手指的設立 有一天要讓他出頭天這樣 是 在每一集 營主都有動作很多鬼靈 來幫他擔心 不過也是要靠到我們空靈 他去替他想一些企努來 讓他看怎麼有那麼多歌 有一個幫助營主站 他一直擁忙的大部隊 除了空靈跟外形營主 這兩個人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配角 叫做營主 他是一個酒吧 還有一個老闆 所以當初營主 就是因為嚴重營主角量 他可以把那些三個的事情 說得很清楚 跟他倒閉的那種感覺 是 他就很配合 所以他讓他來酒吧吃頭路 但每天有時候營主 他幫助營主的時候 他都會想像一些企努 這個企努有時候看起來 他就會把那些企努 所以說他這個企努是怎樣怎樣怎樣 像他有時候會說 天使地理人和啦 還有無中性友啦 所以背影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覺得這些台詞 開口說出來讓觀眾 會覺得他是一個 最低天文 下低地理的一個滾輸 就像像日本的漫画 有專門在討論這個聲音有一樣 無論是拿這個漫画還是拿這個 氣出配音的台語老鼠是什麼人 大家也很關心的 像這個主角公民 這個其實就是 邀請到這個主親的配音員 用虛化老鼠來給他配音 老鼠很厲害喔 他不然是配音這個漫画 他還有配音華語的氣球啦 韓球啦 還有後味的狗子 甚至啊 他還有配音這個 霹靂寶的虛 而且他也有參加一些 無情的八點檔的演出 那如果是說 替著流鼠跟外景音速配音的 無痠民老鼠 他也幫很多動員來配音 譬如說 後味很出名的一個動員 叫做Steven Universe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咖嚓把介紹過的 郵管我專門做slime這張台子 還有spy family 這間他在派對卡公民裡 替外景音速這個角色配音的時候 他就要去模仿外景音速 他就是很厚、很漂亮 還有外貌那種感覺 非常那種影響的表演出來 不過這次有特別好笑就是說 在派對卡公園 還是維持這個力義的原因 等到是 很幾日在香港的viewTV 就分享一個 香港話的版本 那個rap嗎 對 就是那段 那段就是在說 空民餐台的一個 麻糬歌手 叫做腳不太靈 在拚說 誰人是比較厲害去接時 念rap 讓大家聽 他是把這個力義原本的rap 完全都跟他翻作 香港話來唱 裡面就是要考慮這個道具 還是說這套 他的男人是比台書 反作是立場說的 還比較困難跟他翻 所以也讓人想到說 你當作台北的rap 真的有台義版本來出來 這個討論絕對是 比台義配音這個事情 還特地大家來討論 黃桂頭過來說 不然是Party比較公明 Party比較公明後 也要推出spide family的台義版本 不過這個spide family 他的故事就更多遠了 像裡面的家庭當中的爸爸 叫做Loy Forger 平常是他是一個很穩定的地下的spide 不過突然他就常常因為他的用路這樣起炒發 這樣就這樣壓起來 因為這樣真的是很厚 很厚在那裡 很厚在那裡出來 像裡面的媽媽這個格式 叫做Yoru Yoru他平常是一個公務員 不過實際上是一個索手 所以他在配音的時候 你就要去考慮到他這個格式的 真正時間的專案 還要這樣專案 他講話的方式如何比較好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孩子主角阿娘 他的力義配音本來就有很特殊的聲音 所以大家都會期待說 台義版本的阿娘 配音圓是如何表現 像說有時候他有獨心的靈靈 有時候在那裡想空、想香的時候 那種水果、水果、聲音是如何表現 這就是大家要用心來感受的事情 告訴大家 不然是我們說的Party比較公明 還有我們說的spide family 其實很早之前就有推出一些台義配音的輸出 像日本出的九十九點到不可能懷暗 有的劇強斥 還有麻煩他做頂頂 這都是一些台義配音的版本 不過這個英雄如果要去注重這個 力義的反應的意思 還有要去想說要如何去把台義的反應告 轉換是我們訴訟在講話的那個口 我們一直在共同的 就是每一個故事都有不同的解釋 他們要如何去對應 每一個解釋去模範 或是去找他講話的這個方式 叫得有開口 是我們台義在配音這個 這個模範很注重的因素 是啊 希望未來 不可以說是台義台 我們訴訟常常看到的一些 動畫的冰台 動畫風 還不就是木棉花 這些動畫的冰台 讓他買到三天分擔 一些台義配音音的工作 這樣好 會這時間繼續收看 大家一年等 掰掰